猫咪出现这种症状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导致 首先可能是猫咪缺带导致 这种情况常发生在幼猫期和运猫期 此间断的猫咪身体变化较大 如果主人没有及时给猫咪补钙 就会导致它在睡觉时出现抖动的情况 建议主人给猫咪喂食宠物钙剂 并且可以让猫咪晒太阳促进钙质吸收 其次猫咪在进入深度睡眠后也会像人类一样做梦 从而出现超速抖动的情况 主人可以慢慢轻轻抚摸猫咪让它慢慢放松 一般几分钟后就会恢复 最后猫咪感染寄生虫患有老部疾病时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主人应观察猫咪在清醒时是否有抖动的情况 如果有则应该带猫咪去宠物医院及时就医 如果确定是寄生虫引起的则应给猫咪吹虫 如果是老部疾病则应终从医主进行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